嗨 大家好 今天又是TOYS TV 我Brian Lo和大家做節目的時間 又是深水評測 今天講的系列是COBE的節目 但這次跟大家講的 有少少同名是COBE的戰爭機器 即是WARCRAFT BATTLE SHIP 或者是坦車 是有些分別的 今天講的是車仔系 喜歡汽車向的朋友 或者是兒童向的朋友 這系列我比較推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喜歡車就不用說了 其實這系列很適合小朋友玩 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了 先介紹一個比較新的系列 COBE其實 其實它就 跟一般大的品牌一樣 他們做車仔會拿正拉森做的 之前有推出過 馬沙拉替的系列 稍後我會跟大家看看這些實物 Sk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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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聽到正式的 捷克 英文的法音 也叫Skoda 如果捷克的 發音方式 就是Skoda 有些不同的 但是 無論如何 這裏就不和大家說說 發音的問題 因為我這裏不是這方面的專長 這部車 授權方面 就是剛剛開始 因為今年 2020 2019 開始才有的 第一個是馬沙拉替 第二個是Skoda Skoda Skoda 就是紫克的車廠 但是近年 已經被德國的Volkswagen 集團買賣 所以 看到它其實 在商品系列方面 其實是推廣的比較開 好 說回車仔 車仔 我覺得兒童香 大人香都可以 這些車 其實就是 98塊而已 反光 今天用了燈 98塊 100塊以來 你看一看圖 好像真車 是的 Coby的做法 是比較近一些真車的 如果車方面 就做得很真車的方式 其實他做很多特別的件 或者叫做 轉彎位 他通常都做回 那麼 拼出來呢 近車多些 近模型多些 當然 近看都是積目 不和大家說這麼多這些 說回車仔 其實如果看回 玩家年齡 五歲以上 其實五歲以上 其實玩得到的 那我也很合理 其實四歲 其實只是吞下肚子 五歲 他不吞下肚子 之餘呢 他能否處理得到呢 我都能處理得到的 因為一百塊以來 車的形狀 比較接近 一種 你見慣的車的實物 其實應該難得到 五歲以上的小朋友 但是呢 也能滿足到 大人的喜好 為什麼呢 待會讓你看看實物 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好 這輛車大家最關鍵 還是價錢問題 說回官價 官價呢 官網在波蘭的歐羅 這些是大約14元 歐羅 沒錯 你乘回到九算到 八算到 香港零售價買到 都是差不多你的價錢 其實好像更便宜 好像差不多一百元左右 如果相對其他 這樣的尺寸 這樣的樣式的 車仔職務 我想這個牌子 尤其是歐洲牌子 相信是更加發算的 而且 車型很接近 看你喜不喜歡 我就寧願它接近 車多一點 等於 有些大牌子的大比例 的車 很像質 因為車型很接近 而它這麼小 做到呢 就有這個好處 當然呢 永遠都沒有兩頭來 產品都不會有完美 這件事就是 看你喜歡哪一種 世界都來 一定是起了角 一塊塊積木 它就不是 它做到比較近似車的效果 所以又便宜 看看你喜歡哪一種 好了 其實我手上只有三款 當然它有不同的車名 這裏我又不發音 因為不知道是否正確 一個是Furbia 下面有Codeac 也不知道是怎樣發音 車型 它們的車款 還有第三款 我有的 是手的 其實都是 都是它 但是呢 好像是有些不同的 沒錯 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是VRS來的 就是下面的 青綠色的格 跟上面的橙色 是有些不同的 就是那個車型 是有小款 其實同期推出了一些 其實每次是一系列 它推出一個情景組合 這次和大家介紹的情景組合 比較適合 而且我覺得適合大人玩 因為它其實當中有一個跑車 就是我叫跑車 跑車款的 Skoda 有整個 就是一個 情景 應該像是修理車房的地方 有些 升降台 門口 有修理師 有些 林林總總的配件 都在這裏 我順便再看看 大家很關心 這個要六歲級 理想的 大小小 大一歲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複雜一點吧 真的 之前和小朋友拍過這些影片 發覺 它們拼得太多 就不是複雜性 是太多 它開始集中不到 因為有些有說過 其實 我們的集中能力 跟我們的年紀差不多 就是說 你有十歲 就有十分鐘的集中能力 所以如果只有幾歲 其實它拼了幾分鐘 就會離開 就會不專心 就會搞其他 我們都發覺 在拍攝期間 小朋友都會快要離開 所以 即是說 集中能力已經結束 不可以了 要休息 回來再離開 所以 可能大盒 就會令到小朋友 未必完成 或者分幾次完成 所以 通常 我就按回年齡 因為複雜度 我又不覺得複雜得太多 不過 我們跟別人的 做法 而且我也不知道 如何分辨年齡 那個 界別 這一套 大概 五百多塊 二四五八零 還有另外一個秘密 就是它的比例是 1比 1比 35 原來有比例的 那這一套 就 複雜 程度有些 待會社交信息給大家看 那麼 價錢方面 這個 等我給我一點時間 大概五十元歐羅 即是正式MSRP 五十元歐羅 MSRP 即是一個 生產商建議零售價 我這個聽得多 英文就是MSRP 相信應該是九算 所以成出來 大概是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 五百多塊 是不是很划算呢 OK 其實這個做法 我也是參考了一個 德國很著名的 一些職務的 Youtuber 或者reviewer 做的 他們有一個 比較有名的 做的Kobe 他一邊傳 他的鏡頭都是這樣 說的 產品都是 說話多一點 都會說產品 一邊拿出來說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同聲同氣 就更容易了解 今天節目的內容 就比較多 不同的分析 因為畫面先走 就是畫面先走 但我們這些 是流行的 內容先走 想帶給大家多一點 好一點 有價值 對於你是消費 或者將會收藏 或者玩 賣這個產品 多一點價值 或者多一點意見 給大家 好了 所以呢 其實我有實物的 登登 燈打下來 閃閃亮一點 其實挺帥 這個 就是剛才那套 大概是 五十元歐羅那套 情景 當然有輛車 其實兩邊玩到的 不是只有那邊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正門 這個呢 就是那個 我不會叫什麼 因為我沒有開車 這個就是斜板 斜板 對 斜板 對 斜板 可以關上去的 這個就是正式的門 來的 你看到小叔 凌亂一片的情況 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搬的時候 弄掉了 我弄掉了 其實不是弄的 就是有一個桌子 有一個電腦桌 這個 這個 工具 的 斜 這裡有一個 架 穿了窄 這個 人仔 這個 不適合 先拿走 但是這個 人仔 戴頭盔 人仔 就連起來了 很帥 整車要戴頭盔 不知道 可能要 這裡有幾盞燈 照著 當然不開著 但是 市面上的燈仔 其實駁下去 眼燈就能射下去 挺好玩的 好了 這些 汽泵車 我叫汽泵車 應該對 你說這些是什麼 就是 工具床 來的 屁床 這裡有一堆 電鑽 工具 都掛在這裡 其實就是配件足的 但是這邊下樓的東西 原來窗口可以開的 窗口可以開的 還有 還要玩的 這裡呢 有個鐘 有個帽子 都很精細的 我不嘗試 跟其他牌子比較 但是這些 就很棒 這裡的門 原來感OK的 原來可以開的 很有車房的感覺 原來可以開的 OK 我先開了 好 這裡就是 剛才那套的情景 只有一套 即是出了一套 大家最想看 當然是看看車 那車 為什麼我說它寫實 適合大人玩 一比三十五 是不是這個尺寫 其實它也有些電方 但是呢 你會發覺 車型 是跟得很足的 我發覺它連車的Logo 所授權 那些尺頭 是會印上去的 這個有點像 拉花 後面有頂覆益 這裡多一點看 不應該用網紅燈 太光了 好 窗口透明件來的 但是呢 門打不開的 但好處就是 這架呢 真的很接近那個型的 如果你說 草車就是幾個人 一百元左右 坐一架 挺好玩 OK 但是呢 這幾架的 我們叫做獨立 獨立裝 我就未砌了 砌就砌過了 很快就砌完 很快就砌完 好了 有人會問 究竟 車仔買 或者連日情景買 好一點呢 我就算過那些婆仔數 除非你很重視那些配件 特別件 如果不是純粹計一架 想製造車 應該是獨立買車 好像比較便宜 但是有些款式 買情景比較便宜 自己算一算 其實馬沙拉替系列 都出了兩款 情景 這款呢 其實就 我想它就是 哄你買這架 因為它有架 GT3的跑車 因為一般見到 我們是這些 就 你都可以叫跑車 但是就沒有這個 那麼帥 所以這套 它就哄你雞 買這套 就連這些人 不用看 300塊而已 300塊而已 換句話 價錢也是會 相宜一點 不會買得太貴 40歐羅 那 就是300多元 有一個車 你自己算一算 這個呢 我就沒有砌出來的 這個另外一個就是 馬沙拉替的情景 這套就可能 你覺得 會不會划算 這套 可能 是很划算 因為為什麼有兩架 還有呢 它的車是沒有重複的 就算是同型 也有不同顏色的 你看到這些車 其實你想轉就難一點 因為整個顏色都是一樣的 就是 你用這個顏色的 這個組件 砌到另外一個車款 那你也有些 技術的 因為 這些組件這麼小 那些佈局 不是逐一塊組件 可能比較大件 所以 你能夠將它 改造了 另一個型號 的機會 就低一些 或者可能更高很多 好了 所以這套就兩架 這套多少錢 這套多少錢 我講一下官價 官價 這個就是 50歐羅 即是貴10歐羅 貴10歐羅 有兩架車 其實真的可能 這個更划算 不過剛才那套 你知道 那是GT GT Bracing的跑車 那這個就是兩架 就是我們平常看到的 這些車 雖然都可以跑得很快 但是 不是真的正式 樂場賽車 好了 那這個呢 都是1比35 總之 每次拿了拉繩的車 都是1比35 的比例 那 號碼就是24568 那這套不認為 24568 其實挺重手的 這套挺大的 那這個有實物 有兩架 開篷的 這架 我看其他 都有開篷 不過呢 可以比較一下 目測呢 就一樣的 不過這個呢 就是單裝 顏色不同 所以如果你想找紅色的 開篷這架 就可能一定要買套套裝了 好啦 繼續說套裝先 有一個紅跑 我叫紅跑 有這架 OK 它裡面呢 就有一個 類似橙氣的車 那些台 應該是 可以動的 可以動的 對 這次不是太清楚 因為純粹簡單的 看看布局 工具 整個拳槍 這兩個 可以升上級的 再浪高一點的車 師傅就在下面修理了 好 那有沒有活動東西 這些玻璃 都是一樣的 玩法 兩邊都是有東西 前後都可以玩的 不會說 後面就 穿崩了 這裡呢 不知道請你怎麼看 這裡呢 有馬山 這字樣的 還有一個北頭 這是授權的好處 那是不是多個字 好一點呢 其實不是的 但問題是 擺出來 是帥氣很多 型很多 如果你沒有授權 就 遮遮掩掩 那些就不同了 好 好了 這個呢 看似可以動 看似而已 其實鬆了 應該是可以動的吧 但我不知道它有什麼用途 Anyway 這裡正面都看到 有馬沙拉提的字樣 其實這個複雜性就不高 這個台 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相信是可以組成建築物 但這些擺程已經差不多 放兩架車 喜歡組成建築物 大家自己決定了 好了 車仔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不過呢 最後也要展示一次馬沙拉提列 逐架展示 這架白色的 兩門 是兩門車 但是後面的大一點 車我真的不熟 我們近鏡一下 那個鬼面罩 是不是 跟足 是不是 Logo 好小都印在這裡 希望看清楚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是透明件來的 所以這個車仔的做法 跟其他主流牌子有些不同 它這麼小 就會出到整個車型 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喜歡玩齊 還是玩車型出來 OK 我覺得很帥 而且很帥 當然不用說 可以動 好 好這架 這架 這架都是兩門 感覺像兩門 但這架是長身一點 不足夠的 不足夠的 不同的車名 系列 認識車的朋友 就認識了 我就不太認識了 沒有指甲 這架呢 就剛才的套裝 那架來的 這架不是開放的 另外一架呢 這架款就好像近跑車 鬼面罩都不同 跟回原裝車 不是每個都是1160 這個是小一點的 鬼面罩 一次過擺放三款 款款不同 這裡四款 起碼好像是四款 馬沙拉提 只有獨立款 有六款 有些沒有展示出來 Skodark 都好像四五款 好了 今天介紹車仔到這裡 這架系列 其實是很相宜的 但是 喜歡車仔的 考慮一下 或者跟小朋友喜歡玩車仔 那些也喜歡組裝的 混在一起玩 親子一流 適合混在一起 不會太過兒童向 又不會太過複雜 今集到這裡 拜拜